康复 今天怎么样啊 我正想打电话给你们的 你看瞧不瞧 我们不是已经来了吗 什么事 我正想跟你们谈一谈 重开武馆的事情 太好了 好什么好啊 当时要关的时候 他说关就关了 现在你要开了 马上就开啊 你住手 你到底什么意思 是这样 我觉得我康复的情况 一天比一天好 这样下去不到十天半个月 我就可以康复 我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就是重开武馆 小罗 我觉得有些事情 还是慢点 你也太急了 这事说难也难 可是说容易也相当容易啊 依我看 你现在主要的任务 就是恢复健康 到那个时候你再说这事 也不迟啊 对不对 少伯说得对小罗 开武馆是件大事 我想还是等你 我的意思是说 现在还不用急于筹划这些事情 是你们对我的康复没有信心吗 不 我完全没有这个意思 我只是觉得你现在不能过多的分心 那地方我前天去过 老场地的门还锁着 不过到时候 只要你一声令下 马上就可以开起来 而且 这就好 原来中段学习的学员 到时候都可以回来 这就好 这就好 听到了吗 这段时间我也想了很多 我们的武馆必须要按照我的武学理念去干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是说 你说吧 要创建自己的武术体系 并按照自己的武学理论去办校教学 你们会不会觉得我太狂妄 小罗 不认识 我不知道别人会这么说 我觉得你一点也不狂妄 我跟你这么说 你现在的武学体系已经形成了 牟村 你在想什么 干嘛不说话 我想说的是 一名伟大的武学大师已经诞生了 你看 这个世界已经没有希望了 我们的牟村都学会了一些 公为人的话了 小罗 我说的可是大实话 林大怎么办 这段时间 林大帮我总结了我的武学体系 现在正开始着手训练大纲 太好了 小罗 你现在的恢复训练一定要坚持进行 同时 我觉得你还要配合中医针灸的治疗 这样你一定能很快地恢复 夫人 这是科学 我不能给你一个根本无法达到的预期 虽然你丈夫的康复情况 比预期要好得多 但是要想恢复到受伤前的状态 我不得不说 希望十分渺望 几乎不可能 几乎不可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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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